Hello,我是猫儿,今天带来的是一部经典奇幻电影《倩女幽魂2》《人间道》 在第一部中,宁采臣聂小倩人鬼殊途,只能送小倩投胎转世 宁赤霞在帮宁采臣打伤前年属妖后,决定继续留在蓝弱寺中,镇压妖魔,防止凡人误入蓝弱 宁采臣则回归人类世界,却不慎被卷入了一场更大的危机 此时,朝中奸臣当道,朝庚败坏,民不聊生 宁采臣刚回到县城,就被捕快当成了通缉犯给抓了起来 在牢狱中认识了传说中的通天学士,诸葛沃龙 转眼,不知道多少个日日爷爷过去了,宁采臣也即将被处斩 临死前把随身物品送给了诸葛沃龙,还庆幸死得不是对方 诸葛沃龙被宁采臣的天真善良打动,所以设法帮他逃了出去 还把自己的一面令牌送给了他 宁采臣通过地道抵达外界后,看到了一匹骏马 还以为是诸葛沃龙送给他的,所以便刺马狂奔而去 但其实这匹马是昆仑术师之秋一夜留下的 之秋一夜看见马被偷走,迷茫使法追了上去 于是两人一路来到了一座正气山庄之中 山庄荒废已久,里面还摆放着几口巨大的棺木,恐怖极其十足 此时中凉之后,父亲丰姐妹俩正带人埋伏在山庄附近 想要截囚车,救出即将被挤压上境的父亲 误打误撞之下,错把宁采臣当成了通天学士诸葛沃龙 请求他指点迷津,搭救自己的父亲 由于清风和聂小倩长相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宁采臣把两人的定情信物拿了出来 没想到却被对方当成了营救父亲的谜语 还真解释出了一个靠谱的答案 姐姐 十里就是十里亭啊 在附近 我明白了 离这里不远有个十里亭 双满天 就是双将 一年有二十四个节令 今天适逢是双将之日 前辈的意思是说 我爹会被押送路过十里亭 叫我们到那儿去救他 前辈神迹妙算 我爹有救了 一个人想不通 清风姐妹俩大人前往十里亭进行埋伏 宁采臣则和知秋一夜继续回到山中休息 却意外遭到了巨魔的袭击 知秋一夜法力痛玄 力闪了巨魔半截身躯 却被另一半逃了出去 知秋一夜追踪而去 正好碰到了家姐夫大人的左倩户 因为他惊动了对方 令左倩户加速通过了十里亭 清风错过了埋伏时间 只能再次回到整齐山庄进行拦截 由于宁采臣长相英俊 又被他们误认为是通天学士 所以不知不觉间 清风姐妹俩都对他产生了好感 尤其是清风更是和宁采臣两情相远 几乎要死定终身了 但就在这时 巨魔和左倩户同时来到了整齐山庄 一番大战后 巨魔被知秋一夜屠杀 但清风却被魔器入体 眼看就要化身失魔之际 宁采臣为其堵入一缕阳气 成功让清风恢复了神志 这时传说中的护国法师 普渡辞行突然出现 左倾户有感父大人乃是真正的忠臣 决定向国师求情 但国师却突然翻脸 施展如来法相 抓走了父大人 只就一夜奋力反击 奈何到行差距太远 也被抓了回去 唯有宁采臣和清风侥幸逃了出去 两人一路东躲西藏 在兰诺寺外差点上演竞技场面 宁采臣发现已经来到了兰诺寺 于是找燕池侠出山 去救回几人 另一边 左倾户悄悄跟踪国师等人 来到了寺庙中 却看见这里竟然坐满了朝廷重臣 左倾户戏查之下发现 所有大臣体内血肉禁区 只剩躯壳 难怪最近朝庚败坏 原来他们早已成为了国师的傀儡 之后他悄悄来到了寺庙后院 救出了傅大人和志求一夜 可是国师却突然出现 用索命犯音想要杀死几人 左倾户为了掩护傅大人逃走 血震国师手下小妖 最终血进而亡 关键时刻 燕池侠感到 先是以真言破解了国师的翻阴 又施展出仙霞版的万剑归宗 灭了国师的如来法相 国师无奈之下显出真身 竟然是一条即将化龙的七年蜈蚣精 燕池侠和志求一夜联手释法 把蜈蚣精困在了地下 可惜蜈蚣精法力深厚 进而易举 破风而出 还吞掉了志求一夜 燕池侠无奈 只能主动投入蜈蚣精的肚子里 和志求一夜原神出窍 共同施展万金归宗和昆仑绝学 由内而外将五公斤炸了个稀巴烂 但志求一夜却因为道行不够 原神无法回归柔身 只能无奈的魂归虚无 电影最后 傅大人除妖有功 再度危及人臣 而清风因为身上有婚约 已即将允驾他房 但最终 清风抛开了礼教的叔父 选择了和宁采辰远走高飞 与燕池侠一起 开始了浪迹天涯的旅程 这一段莫名的让我想起了 风尘三峡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一只不想长大的猫 我们下期再见哦